新闻廉价第二天高铁又出状况 上午8点18分行进桃园新竹路段时 出现极定工异常降工 造成三车次列车一度停时23分钟 各位旅客非常抱歉 因列车断电的缘故 本列车将进行短暂的断电 不过高铁出包已经不是第一次 苗栗新竹路段光在今年一二月 出现六次异常新竹桃园路段 在今年三四月各一次短短四个月 至少出现八次急电工异常状况 有没有指出四月一号搭高铁南下高雄 不过在台中站遇到讯号异常 列车上先是广播需要倒车换轨道 接着恢复行驶 但没想到列车广播系统 却想起本列车前往台北 让他相当错愕 自嘲今天是愚人节不怕不怕 但高铁状况频频引发乘客不满 表述廉价搭高铁返向 遇到异常真的会崩溃 更有人认为高铁异常跟台铁 越来越像了 到底要异常多少次才要处理 对此高铁回应列车 将于四月中旬前提出检测计划 日前已议原厂建议进行 全车队列车特检 预计五月底完成 希望能找出降工原因 降低事故发生率 记者将此陈嘉伦台北参访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